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给大家看241 241昨天卷了下来 因为怕政策出台 第三方平台不想销售 第三方要把字形和第三方业务分开 令市场上会担心一点 会不会有政策方面的出台呢 但是我们又看看两只流行 因为两只流行是说什么呢 近期来说 其实都经常传出来 就是螞蟹这件事 到底会不会发牌给它呢 现在又传出来 其实它是想花一个牌照 以及其实人行又好像初倍 有意受理 其实这件事是近期来说 挺令到阿里巴巴的股价 受到一个刺激性的影响 还有第二个news 大家值得去看 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其实他主持了一个新法国家的会议 其实也提到要推动这些大型支付 以及金融科技股 其实就是回归管源 以及正常的纳入监管 其实他说这些消息之后 再配合现在这些消息传出来 都越来越似 有机会将这些大型的科目股平台 开始帮他们纳入到一个政规 意味着有机会这些大型整改 已经接近尾声 如果真的发牌给他们 很大机会就可以告一段落 所以对于阿里巴巴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可以将它抑制估值的阴霾 其中一个因素 其实是可以消除了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如果大家想抑制一些科技股 而在里面选择 我还是觉得其中一个 是相对上便宜点的股份来说 阿里巴巴其实可以值得去留意 假如未来的一段日子 我相信说得出来 应该不会太迟 可能是短期一些 甚至近几个月 应该会有机会落实到这些情况 你再加上去看它本身的业务来说 它去到今年的下半年 相信它的业务应该会慢慢慢慢可以 去抑制增长 所以在这个时刻 整体的宏观的一个监管因素 相信慢慢慢慢也会比较理性 以及市场对于接受的程度 其实是很明显大做 因为你看到昨天的设计 甚至乎有些直播相关的一些政策出台 这些平台当然是有些受到影响 但整体的市场接受程度 很明显是强一点 以及正面一点解读 所以未来我相信监管一定会继续出现 但是大家会理性一点去解读整件事来说 而且内地的监管也是趋向正常化 也是一种务实的做法的时候 对于这些整体大型的平台股来说 会有一个利好一点的走势 所以我觉得阿里巴巴在现水平来说 也是值得去留意 当然短线D来说 下面下方的主要支持 你也要看看近期整固的水平 就是97.2这个位置 我觉得也是相对重要的 而且他也是想有一个星轨出来 但是我觉得策略方面 如果真的想稳手一点的话 是分开多2、3柱 应该是3、4柱 在现水平可以考虑一下 假如有机会落到100元以下 去到80元以下 这些水平 你才慢慢去收集 因为整体上面能不能升得上去 其实我觉得不是担心什么 是特别的监管问题 是A股还可以升得多高 如果A股还可以升的话 整体港股和科技股 才会比较强些 能够向上突破 否则可能upside potential 就未必是这么强 所以我不是太担心 未来是否会有很多监管 又会重研等等 整体内地政策层面 我相信又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以及整体市场的接受能力 已经是强了 只不过是整体的资金 其实短期来说是比较紧张 你看到港股又比较弱些 还有美国方面 是希望股市慢慢回稳 尝试 但不是那么容易注意的 因为你未来的几个月 其实加息的步伐 相对出仍然是急 所以是否真的能够捉底 我相信下半年是很大机会捉底 但是哪个时点是比较难说 到底是否现在捉底 还是要再多坐一页 是要留意的 所以整体大市是左右得到 是这些大型科技股 是伤害的可能性的问题 就不是监管 或者是其他市场因素 这一点是要留意的 所以如果现在去买的话 我觉得就抱住一个比较要长线 要等它慢慢 去到升到差不多 可能要整股一轮之后 你会看到整体的 流地经济回暖 以及业绩 向好一些钱 才会慢慢慢慢留下来 以及将它们的估值 可以调整回来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比较重大的 一些伤害的 如果你真是去现水平 买进去的话 但我觉得长期间来说 其实是会有一个潜力 所以特别是如果短期的 针对着阿里巴巴 如果真的能够发展一些牌照 或者是整改 其实是完成了一个阶段 是会有一个短期的截击因素 但是一个截击源上去 又未必会很强 一个升上去 就算有这样的消息落实 可能是10-20%的伤害 我看下来 我看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